大家好,我是屯围100D的贝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女孩做死玩占卜的恐怖电影 影片开始就是两个萌妹子玩占卜 占卜的规则很简单 第一,不能在墓地玩 第二,不能一个人玩 讲完规则两人一边摇一边乌拉乌拉的念起了咒语 镜头一晃,十年过去了 其中一妹子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竟然一个人玩起了占卜 或许是产生了后怕 玩玩立即将占卜版扔进了火炉里 看似这个木板烧起了炮 心里可算输了一口气 这时她的闺蜜就是我们的女主打来电话 两人在楼下一顿唠家常 万万没想到 当她重新返回屋里时 刚刚扔进火炉里的占卜版 重新躺在了床上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宝宝了 她赶紧拿起通灵镜一看 一正惊讶后,眼睛直接变成白内障了 快用沙普爱斯压 突然她好似魔鬼附身 抓起几根电线直接吊死在客丁 闺蜜的意外惨事让女主十分痛苦 我也能和闺蜜说一句道别的话 女主叫了几个朋友来闺蜜去世的房间 他们要玩占卜和闺蜜通灵 玩的过程中,突然金子滑了一下 他们很害怕,只问到底是谁推的 可是没有人承认 金子快速在占卜版上滑了几个字母 拼起来正好是 正在众人惊叹之时 突然断电了 但是这个小伙在旁边的镜子上看到了个影子 一下子将他推到镜子上 自从玩了这个游戏 这些人都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他们无一例外看到了鬼魂给他们的暗示 Hi friend 他们以为这是好闺蜜发的消息 于是再次玩起了占卜 可坚决的种种表现证明他不是闺蜜 众人的罪开始发抖 这一定是还是闺蜜的不干净的东西 但他的女主拿起通灵镜 一看,竟然是个被缝住嘴巴的女人 后面还有一个女人咆哮而来 众人吓得赶紧跑 可是之后,玩过占卜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女主和小伙子为了找到原因 在闺蜜家的格楼里翻出一堆照片 找到了蹊跷 再往上查信息来到一家的养老院 原来这个老女人曾经就住在闺蜜的那栋房子里 老女人告诉女主 她小时候有个姐姐 妈妈为了通灵 用针缝住了姐姐的嘴巴 只有把姐姐嘴上的缝线剪掉 妈妈才会被消灭 女主听从老女人的话 找到了那具尸体 当她剪断缝线时 姐姐施好功 让她妈妈的鬼魂消灭 甭以为没事了 谁知朋友还是张道的不测 原来这个老女人是骗人的 真正伤害他们的就是姐姐 妈妈是为了阻止他们再玩占博 孤生一人的女主再次来到房间 和这个魔鬼玩去了占卜 就在她快被魔鬼控制的时候 闺蜜的灵魂出现了 三个人大战的热火朝天 赶快在另一个朋友赶紧抓起魔鬼的肉身 把她丢到火炉里 魔鬼涂了一口黑烟彻底消失 从此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最终 这部电影够精彩 我好喜欢呀 都怪闺蜜太调皮 都说不能一个人玩 真的是做事 不过看她漂亮就不骂她了 好了今天的恐怖片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我 拜拜